监视器拍下一辆一影车右转 结果这个瞬间后座的模具全部飞出去 砸到一辆正在等红灯的白色轿车 白色自小刻的左前轮 上面的板筋被撞破大洞 轮胎也变形了 至少有三到四组绿色模具 尖尖的地方刚好砸中车子 还好车内的驾驶没有受伤 意外就发生在台南市安南区 31号早上11点多 29岁的一影车驾驶 载着汽车塑胶零件 准备送货到庆河路上 结果在台江大道转弯时 疑似固定绳断裂 模具直接飞出后座 当时一影车驾驶听到掉落声才赶紧停下 而这些掉到地上的模具材料 损失就超过一万 红灯的这小颗车 左前车体受损 本件车祸所幸无人伤亡 相关肇事责任 有待警方相关离心中 送货送到一半 一个转弯模具全部飞出去 虽然没有砸伤人 但被击中的轿车 维修费恐怕也要上万元 这下一影车驾驶 得赔上好几个月的薪水了 TVBS新闻顾首昌 台南报道